我还记得823炮战那一天 当时我心里很担心了 不等我看到他的时候 他头上已经包了纱布 就这样回来 所以对我来讲 那一天我终身不会忘掉 我真的很感动了 有这些这么多人来纪念他 他一生当中真的就做到了 自由 博爱 平等 因为他对每一个人 都是一样的关爱 余大为是清末名臣曾国梵的外曾孙 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 曾担任兵工署长 交通部长 国防部长 又兵工之父 一代国事称号 余大为担任国防部长时 在823战役谋定有功 使得台湾安定繁荣 余大为也喜爱艺术与文学 自1960年代起 陆续把藏书大批 捐给台大图书馆 加汇台湾的深深学子 我大概十几年 帮他大概在海外 收集了大概两千到三千本的书 他就交给三军大学的研究教官 要他们重新才来修订 这个我们讲的 勘乱或者剿匪战士 然后他说这样子 我们才晓得我们为什么打白杖 我们要自己吃笔 白战白胜 如果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失败的话 我们永远不会打胜仗 台大表示 到1993年余大为离世 总计捐了一万多册书籍 外文书与中文书比例约2比1 有许多都是孤本 收藏在台大的余大为文库 也可以放阅读 一同从书中窥测 余大为在文学上的造诣与面貌 新唐人亚太电视 陈温摩尔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